中国父母都会习惯式的想要安排自己孩子的未来,比如决定还是高中到底是学文还是学理啊,包括大学什么专业啊,一旦孩子不按父母的要求来,就会被父母认为是离经叛道,不孝顺没有好未来。 但学际上,孩子也都有自己的看法,孩子的人生也从来不是父母可以决定的,在这件事情上,小编现在很佩服一个人,那就是义能静的儿子,义能静最近参加快乐之城,就曾经提到了自己和儿子在未来职业上的冲突。 他想要儿子以后当编剧,但是儿子却喜欢演习,为此,两个人吵了起来,对于自己的未来,以及同事的职业,义能静的儿子明显比义能静更加有规划,而且在反驳母亲义能静的时候,也是有理有据。 要是,用你知道的事情来告诉我,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全部呢? 还有最赞的一句,那就是,我的未来你没有去过,真的很在有木游,多少人都曾遇到过父母逼着选职业选未来的情况,但就像一门静儿子说的那样,我的未来你没有去过,你怎么知道我的专业我的规划就不合适呢? 没有尝试过,你都不会遇到失败,所以说这样的人生态度真的很棒,如果有一天,你也被父母逼着选未来,何必用这句话去反问自己的父母呢?